肚子的重量 然后会压到神经啊什么 就比较不舒服 所以我整个礼拜都没有什么好好睡 真的有点太累了 大型的典礼每一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困难 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可以主持大型典礼的话 一定还是成黄成空 但是每一次都不可能完美 但我相信每一次大家都会有更多的学习 这部分因为我的经纪人今天竟然没有来现场 所以呢我不知道他后续的状况 但是如果有后续的话我一定会接近所能 尽快的跟大家说 你要准备吗 我要准备什么 因为我已经答应好了 不管接会不接我 人生不减肥 就是没有要准备啦 就是看他们有没有真的要选我 因为我觉得这么大型的典礼 其实真的是蛮高压的 那他们也有非常多他们的考量 所以看看状况咯 从头到尾都没有孕吐 但就是真的就是那个肚子的重量 然后会就压到神经啊什么就比较不舒服 然后就中中疼啊就很像长辈 一天到晚也四个疼很不舒服 但我觉得还可以过得去 现在都还OK 所以尽量维持身心健康这样 一些金钟主持的话会不会担心 又像LULU那种就是唱歌 然后就有争议 其实我觉得大型的典礼 每一场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困难 那这么多人一起努力 想完成一个典礼 其实说真的 很多这么多巨星大家去参加 都是没有什么费用的嘛 其实我觉得它真的就是 真正的共襄胜举 然后虽然我们在红毯上会听到 哇今天星光异异 今天大家谁好美啊什么什么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尊重 然后希望让这个典礼能够顺利的完成 然后让大家该得到称赞 该得到奖项的 可以得到他们的应得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 可以主持大型典礼的话 一定还是成皇成孔 但是每一次都不可能完美 但我相信每一次 大家都会有更多的学习 是它嗯 就是它 有很多的学习 为四位 当然 就像的 就像 感谢观看